最近几天,股市跌破2600点,各种好消息随时不断传来,但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看起来不起眼,也没有被舆论所重视。 而未来如果出现问题,将会引发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,那就是股权质押。 本周五的时候上市公司中周控股,三德科技和乔治拔以及多家上市公司股东进行补充质押或减除质押,与此相关联的是部分券商在近期暂停了股权质押,但也有部分券商没有停止股权质押,而质押的条件提高了。 比如说得搭到征信的要求,还有些明确要求,对房地产行业的质押义务不做,这说明确商的股权质押,目前到了重要的风险控制节点,处理不好很容易发风险。 实际上今年以来的大券商一直在收缩规模,在寻找质量好的公司运作,然而面临A股处在估值底部的时候,大家都觉得风险不大了, 可是未来会有股票质押会集中到期,从目前的状况看,能履约的情况不容乐观,为了防止这种集中违约的事件出现,保险资金率先出手了。 昨天,我看到网上有消息说,保险资金与灵活方式,参与解决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,这个消息目前无法辨别这么,请各位看官注意风险。 意思是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的限制未来会取消,鼓励保险机构以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的方式,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, 以更加灵活的方式积极参与和解决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流动性风险。 各位请着重理解上面这段话的核心词,灵活、积极,解决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流动性风险。 但前的股权质押风险已经很大了,在连续爆出了不少后,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势必会引发多米诺效益。 比如说质押风险爆发以后,企业的融资渠道肯定受阻,那么流动资金就会恶化。 这个会进一步传导到债市,同时会增加企业经营上的不确定性。 保险资金这次入市,目的并不是为了救权商或者救育股。 合行还是实体经济,关键是股权质押出现问题后,影响将是系统性的。 这些最终会传导到企业的生产经营,及对实体经济产生伤害。 这应该是此次选租,参与股权质押的重要原因。 提起保险资金,让人们不得不想起当年的所谓妖警, 以及万科股权争夺带来的风风雨雨。 实际上回头去看,保险资金在A股市场当年确实发挥了不少的正面作用。 比如说引发了股市里的引了价值投资潮,也带动股市里的价值股的持续向上。 这些都是对于A股向上的阶级推动作用,当时可能仅仅是因为规则没有定好, 才引发了财务投资,竟然干预起了上市公司的经营,影响了正常的上市公司生产秩序。 后来才被管理层所限制。 如今,保险资金再次回来了,当年参与万科股权的妖精,还能不能重新施炸风雨? 可以拭目以待。 我觉得对A股来说,这最起码又是一个重大利好。 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,保险资金参与得上市公司股权,只做财务性投资,不干预上市公司生产经营, 会激发场外资金积极入市,以保险资金的投向为目标,提升A股的估值能力。 当然,对券商来说,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今年的跌幅如此之大。 现在原因找到了,就是因为股权质押的风险,一些资金担心风险纷纷逃离,导致价格的持续向下。 这次这个风险要被保险资金救了,意味着问题的解决。 大家可以看看接下来的券商股走势会不会出现软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